美國總統拜登在這次選擇 美國公民的無情依民配偶 只要他們生 還沒二十一歲的非公民 小孩 可以集體申請 英文顧留 生氣是辯罪公民 共和黨這邊 平民是違法的大規模 地下 說要定規調查 兩禮拜進行 再看 報新的變形關節措施 引起民主黨 電壓 歡迎美國總統拜登 十八日後 辦發新的依民 政策 要向近來公民的無情依民配偶 集體合法 今年六月十七年前 在美國股臨近十十年 配偶是美國公民 無犯罪紀錄人 都能集體申請立下 甚至只做公民 到年因素 三萬一十一回 非公民小孩 也符合申請的主計 這次會議 以降一十年 歐巴馬政府攜帶 小孩九月 將會 哭著辦發DACA的計劃 美國總統前對不讓議員 推出的想法規模行動 那一天 現場又故行 DACA 造成九年慶祝儀式 可全不敢發DACA的計劃 受益者 提到港做簽證的處理方式 這次行錯誤 為了會對拜登 在內華達州 亞利桑納州 請這個州上搖擺九月三前打婚 共和統節 美蘇李秋 聯邦參議院 獲利 都對國土安安保長 美澳卡斯 發接風 甚至雷空空一杯 共新措施的欽送百萬 會發議民進入美國南部的變形 連共時選美國立稅人的處理 對國土安安保長 美澳卡斯 還看見美國的議面來講 媒體不公佩 說這是違法的大規模貼車 會對這個電気調查 恭喜新聞 王輝文明 楊 楊